欢迎来到MyTech,MyCuture 嗨,大家好,我是My 曾通自2018年开始 协助海巡所建制无人飞行载具MyUAV 在海巡勤务及巡航侦察中 为我们守护国土安全及海洋生态功夫可莫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曾通打造的MyUAV究竟有多厉害 一般市面上的无人机大多是以休闲娱乐做使用为主 那它其实仇宅的重量会有一定的限制 那可以改建的部件呢其实也是限制重重 如果说有特殊的需求的场地或者是环境的话 其实恐怕没有办法满足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可日期的风险 那我们神通提供的无人机呢 是属于比较大厅的海洋展具 那它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延展性 而且也可以做更多的使用 比如说像我们有搭配其他的一些应用语 像浓噴啊、巡检啊、防救灾啊 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无线电的中继通讯 以及5G的中继基地台 那这些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应用 其实神通资讯科技在104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无人机的市场 那直到107年的时候我们协助海巡署去打造无人飞行展具 目前也成功地交付了20架的无人机 那也在各个勤务当中呢成功地去执行 那其实神通无人机这个时机里面呢去协助了他们做暗计以及海上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像救生救难 海洋置物、海洋保育、维护渔业等等的任务 那目前我们也积极地去开发机队管理的系统 还有就是多机任务飞行系统 以及其他更多新登的一些功能 我们也朝向AI就是智慧操控与监控系统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期许呢未来操控无人机这件事情呢 在神通的专业团队努力之下可以变成一件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 其实在建制这个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在海巡署这个时机里面真的遇到了蛮多的问题 比如说在飞行的时候会有飞行时间的问题 还有飞行环境以及雷达的干扰 还有人员训练等等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都必须一一的去克服 那这个海巡署的无人机呢 是由我们神通资讯科技 以及其他在地的协力厂商呢 共同去开发合作的 那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 在无人机海巡署这个案子上面来说 我们神通的无人机团队呢 每一次都能够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良好的沟通协调 并且呢我们可以迅速的让整个团队呢 去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 去整理出一个可行性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团队里面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其实神通资讯科技有提供无人机的教育训练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目前民航局已经颁布法令了 所以对于我们神通来说的话 我们提供的无人机教育训练绝对是符合民航局的法令规定的 那并且其实我们神通跟别家厂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我们的教育训练是经由我们跟海巡署的时机去合作 跟海巡的长官呢建立了长期的友好的关系 并且我们讨论出一套合理的方式去训练 操控无人机的飞手 那主要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呢就是人员的健康心理 就是我们知道在飞行前呢 人员其实需要有健全的心理以及良好的情绪 再来第二个重要要素是 人员在飞行之前必须累积比较多丰富的经验去做飞行的动作 这样子呢能够有确实的时机 然后执行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 再来是天候观察跟评估的部分 最重要的事情是执行行力的人员在飞行之前 绝对不可以对无人机有惧怕跟抗拒的这个动作跟心理 所以其实我们的教育训练呢 有一部分比较着重在于呢 就是我们会辅导心理 心理的层面呢会是比较辅导的大象 再来才是学科跟实际操作的部分 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次神通资讯科技辅导海巡署的执行人员呢 去考民航局的高级证照考试 全数90个人员呢都通过了 这个也创下了呢 政府机关呢考试最好的记录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海巡署 或者是神通资讯科技来说 都是一个无人机领域重要的理程碑 未来我们神通在无人机方面的计划呢 主要我们会针对新的暗场跟需求 去整合更多不同各个面向的无人机解决方案 那我们也会更加运用多一点 AI人工智慧的技术呢 去创造更多无人机可以运用的一个领域 那期许我们无人机的团队呢 可以提升未来智慧城市的一个监控 还有管理以及安防的部分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按赞分享哦 不要忘记收看神通的其他解决方案 你觉得你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拜拜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